感恩师父 弟子给师父请安 感恩圣菩萨感恩师父 不要太屌 对不起师父 正常的态度说话 好了 好的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弟子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感恩师父 同修梦见穿着灰色衣服的老太太 在屋子里坐着 在屋里还有两个小男孩 一张桌子上有佛像 小男孩就用土 把那个佛像给埋掉了 同修很着急 说赶紧把佛像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一看是观世音菩萨 菩萨的胳膊还被碰坏了 然后又拿出了一张财神爷 那个老太太要看 同修没让看 用红布给戴上了 然后那个老太太说 再过15年 怕你孙子出车祸撞坏了 同修就吓醒了 他现在想问 正对这个梦该怎么办 感恩师父 你眼睛啊 你小摘几箱神奏呀 就是说他孙子真的有 有有有 是百分之一百的 过去这种梦很多 有一个老爷爷做梦 做到自己的外孙女出事 而且讲的也是一年之后 他就算 他就问我大概什么时候 我就说一年之后的现在 就是这个时间 他就记上了 到了一年之后 这个时间真的发生事情了 你知道吗 在学校里被人家拐走了 还好他知道 念经念经啊 后来找回来了 好的 那这个梦就是同修 他就想问 和房子的药金者 没关系吧 像这种梦 应该身上有灵性 或者是结 或者是他的结 房子里应该也有点关系 长期的阴气太重 长期的这个压抑 风水不好的话 都会引起人的一种恐惧感的 明白了吗 嗯 好 等师傅开始 我没关系 一下 一个柠檬 还是 一 也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